春節就要到了 不想再讓任何一支病毒溜進國門 指揮中心宣布明年一月四號開始 入境旅客PCR陰性報告 要從三日內調整為兩日內 畢竟過年返台民眾越來越多 北市府在大家河濱公園設置快篩得來速 讓春節狀案需要裁檢的民眾 不用下車就能完成篩檢 但不少人反應叫不到防疫計程車 民眾隔離期間必須先填好居家檢疫的地點 方便政府派專車來接送 在解隔前也要向醫院預約好PCR篩檢的時間 卻發現常有民眾搞烏龍 讓防疫計程車白跑一趟 他們有預約沒有辦法要把它送回家 就變成說浪費掉很多這個效能 這個檢疫的地點的部分 都希望能夠比較明確不要一直變動 一直在變動的時候 會造成我們很多無效率的湯匙去控跑 防疫專車到底夠不夠 盤點6度數據 因為防疫旅館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區 專車相對多 越往南部則越少 公路總局預計接駁高峰 會落在明年1月春節期間 各地方政府會是回國人數 再機動調整 大海新聞 現山檢元集 台北報導